- 下午4点半欢迎来到华尔街大师 我是丁世芬 台北股市K线连三红 今天指数是持续往上攻 今天指数中场上涨了49点 说在9369点量也来到了978亿 今天包括电子股金融股涨势都不错 而且外资是持续加码 继昨天之后今天又再大买了一百多亿 今天这个台股朋友怎么来解读呢 节目上位请到专家 这位是华讯投稿资讯师张大文 大文哥好 师傅好 我们亲爱的三立投资朋友 恭喜发财 好 大文哥真的是恭喜发财了 因为这个指数在过年前的红包行情 是不是已经指日可待 我想这个观念我从去年 不论是10月份跌到8500也好 12月份又杀回8800也好 远的不要讲了 上个礼拜台子再度杀回多少 9100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台子再度下杀 杀到多少 9082 我一切一切告诉你 拉回 尤其上周拉回9100 请你一定要全力向上做多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这些话都是这几个月来 一直跟大家坚持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观念 那这两天大家很清楚 外资已经买到疯狂了 是不是 昨天170 今天又来个百亿 两天搞了快300亿 对不对 那我们也很开心 外资人啊 替我们抬轿嘛 对不对 你听我的话 从8500 8800 9100 一路做多 今天台股来到多少 9400啊 所以听我的话 投资人已经赚了多少了 从8500 今天9400 是不是快900点了 那当然操作 我一再强调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 很多的一些 股市分析节目 我们有时候也感到很遗憾 其实绝大部分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都是留为一种 事后的一种 解盘的节目 什么叫事后解盘节目呢 就是说 譬如大碟 告诉你 要偏空操作 要小心 大盘还会 还会怎样怎样 对不对 一波拉 又怎样 都来这一套 那我一再强调 真正股市赚钱的 关键 key point在哪里 就是说 你要 掌握整个大的一个格局 大的趋势 如果说今天 大的格局 大的趋势是向上 那接下来 你要掌握到怎么样 修正拉回 尤其是利空大跌 拉回的买点嘛 对观念你 你应该 从去年八千五 你一再看我节目 你就很清楚 但我讲过 如果说大的格局 是向下 向下 那一切的反弹 一切的大涨 还记得我 七月份当时 去年七月 台股攻到九五九三 我请你全力放空 当时九五九三 七月份全力放空 后来跌到 十月份八千五 你听我的话 全力放空一千点 然后从去年 十月八千五 八千八 九千 甚至上礼拜 九千一 一路做多 到今天九千四 九百点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大格局 去年七月份 我相信当时 几乎所有的股市节目 谁敢跟你讲空啊 每个告诉你 多多多 尤其外资当时说 上刊一万五 一万六 我当时到 从七月份 坚定一路放空 空下来一千点 十月份八千五 一下又一波拉了 一下外资调降平概股了 我告诉你全力做多 一下六都选举又怎样失败了 对不对 但是我讲过 股市要回归它的基本面嘛 那股市基本面是什么 一个就是资金的环境嘛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嘛 市场到底油资够不够 有没有钱嘛 就像一个人健不健康 第一个 你血液要 血液要流通啊 对不对 血液含氧量不够 缺血 贫血 哇 健康不要谈了 所以股市的健康 股市的血液 血流就它的经脉嘛 那我讲过今年 不论是美国 本来QE结束之后 有今年要调升利息 要抑制通货膨胀 结果油价崩盘 油价崩盘 inflation最大的元凶就是 Oil嘛 我想所有在民国七十多年的人 应该记忆犹新啊 那时候油价的包涨 飙涨通货膨胀啊 哦那时候卫生纸搭台湾就抢的买 但现在我相信 三岁以下的人你还搞不清楚那个状况 那就是inflation 但这次油价居然崩到 对不对 这个几年来的低点 所以没有inflation 既然没有inflation 美国也不会再调升利息 干什么 打通膨啊 现在没有通膨你要打谁啊 然后欧洲已经宣布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 每个月要五百亿的欧元 要持续买到一兆 这发疯了 我跟你讲 大家都在撒钞票 美国欧洲 然后日本 亚洲 欧洲 美洲 全面持续的宽松 尤其欧洲今年 加快脚步Q1 所以为什么这两天外资 发疯的买股票 大家晓得吗 就是欧元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 油资通通出来了嘛 来亚洲寻找标的嘛 所以我说今年的货币政策 对台湾的股市也好 国际的股市也好 都是多头的一个格局 所以大家看欧洲 日本 德国创新高 这都是我从8500 8800一再告诉你这样一个理念 再来我说今年政策面 不用讲 年底总统大选 你打电话问问国民党想输吗 对不对 执政党你想输吗 对不对 谁想输啊 那当然政策不会有偏空的这种政策出现 一定是持续的一个率多嘛 政策面多 直接面宽松 再来产业面 我说最大的基本面 产业面的企业能不能获利 企业有没有商机 企业有没有爆发的成长题材 有没有 跟你讲了多久了 物联网 尤其物联网这一块会带动 大家看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谁 第一名谁 台积电买了五万张 为什么 我一再强调物联网会带动台湾 半导体整个产业的爆发的商机嘛 那当然台积电是首选嘛 是不是 所以这些观念我都一再的跟大家灌输 所以不论从去年八千五 十二月份跌到八千八 甚至上个礼拜跌到九千一 甚至三天前跌到九一零五 九一五零 一路拉回座多 今天已经九千四了 远的都不要讲了 你上礼拜五九千一听我的话 今天九千四就三百点了 你三天前九一五零听我的话 今天九千四就两百五十点了 所以我说关键在拉回的买点 对不对 那这一路你错过了原项 我从封关前六十多块 苦口婆心做多做多重压大买 对不对 涨到九十多 自贯NFC 从去年七十块一路告诉你 重压大买 涨到109 我说你错过了原项自贯 台股一切的拉回 对不对 尤其上礼拜拉回九千一 我说一切拉回 你要好好的把握 拉回来不是让你看戏的 拉回来不是让你在那边抱头痛哭 张老师又跌了 不是这样的 要勇于对不对 趋势大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一切拉回 你要大胆勇于承接嘛 你不是拉回低接 你怎么赚大钱 这个道理了解吧 所以为什么一路以来苦口婆心 产业趋势 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 2015我讲过了 会涨到多少点 我只送大家一句话嘛 记得吧 我说去年七月九五九三 那根本不是问题嘛 我想上礼拜跌到九千一 可能很多人还质疑我的说法 那现在换我问你了 你认为红包农历年底前 攻到九千五 你认为有很困难吗 全球的政策 今天高点已经九千四了 今天该换我问你了吧 不要老是你在问我 对不对 一跌了张老师还会不会跌 最好是会不会崩盘 是不是 我从八千五八千八九千 上礼拜五九千一 三天研究 一五零一切拿回做多 今天的指数高点九千四了 我想今天 大家对九千五 没什么好质疑的吧 还有问题吗 对不对 那现在我再问你一句 我一直在告诉你 二零一五怎么样 我说万点怎样 万点不是梦 那我现在问问大家 你觉得万点很困难吗 剩下几百点而已了吗 这没什么了不起 但最重要关键 股票买对 好不好 上礼拜五 拉回九零八二 我告诉你 拉回九千一 九千一附近 拉回赶快做多 有没有 一月十六号 拉回九千一附近 赶快做多 最低还杀到九零八二 结果呢 礼拜一开盘 一百六十点 一百六十点送给你 开高告诉你 把握获利一趟 打回九一四七 有没有 一月十九三天前 来 一月十九号 十一点三三分 称台子 二月 我说买二月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情 一月大家知道 昨天结算了吗 为什么买二月 我们要 大赚了 你不要说 搞个一两天 昨天结算了 部位没有了 你怎么赚钱 对不对 所以我 礼拜一拉回来 我就告诉你 赶快切入台子二月 因为这个行情 我们已经看到哪里 我都暗示给你听了啦 所以二月 九一五零 赶快进场买进 九一五零 到了一个钟头 十二点四十 台子二月还跌到多少 九一四七耶 你看看 叫你挂九一五零 通通穿价成交嘛 你告诉我今天呢 全国投资人 九千四啦 两百五十点 一口多少 哈 一口多少 短短三天 一口五万耶 啊 三天胜过人家一个月薪水 哈 一口哦 十口呢 五十万 多久啊 啊 三天 短短三天 好不好 那最重要拉回来 好 再来一再一再跟大家报告 今年大主流 Next big thing 物联网 Right 那 买股票 我再强调 掌握主流 然后呢 华伦巴菲特讲的嘛 大家知道华伦巴菲特投资的哲学是什么呢 一个 维基路市 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这维基路市是不是我一再告诉大家的 当多头趋势格局没有改变 趁大跌拉回修正的把握买点 这个就是华伦巴菲特的维基路市嘛 我有没有带你做到 对不对 上礼拜五九千亿我有没有带你买 三天前拉回九一五零我有没有带你买 这就是维基路市 那华伦巴菲特第二个操作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什么 核心持股 什么叫核心持股啊 很多投资人一来找我 张老师你看看我的持股啊 一摊开 哇 二三十党 满手套牢 你这叫核心持股吗 核心持股 什么叫核心啊 你要有标的 要有族群 要有主流啊 你买的什么都有 传产也有 塑化也有 一下面板涨 齐美有达涨 又有齐美有达 一下塑化股涨 又有塑化股 一下航运股涨 又有航运股 你不开杂火店了 懂不懂 你那样分散 因为族群会不停的轮动嘛 结果你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什么类股都有 结果这个涨 那个跌 那个跌 这个涨 最后你的整个portfolio 你的总投资组合 是不赚钱的吧 对不对 你开掌握店嘛 所以要核心持股 掌握主流 所以我讲过 这一波 行情我讲过 九九三也不是问题 万点 我相信也不是困难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今天 开始会认同我的话 看到外资这两天 买到疯了 你相信这个多头的力道了 那我也讲过 既然高点 万点不是困难 不是问题 那当然了 对不对 潺潺股啊 金融股啊 航运股啊 我相信都会涨 雨露均沾嘛 但是问题这个地方 你要重压 有爆发大涨的 会有大涨五成 大涨一倍的 那这个就非要 爆发性的主流不可 对不对 你买金融股会涨一倍吗 你买说话股会涨一倍吗 是不是 所以资金要集中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我们看好2015 真正爆发成长的 就是物联网 next big thing 2020年全球物联网 装置我一讲过 上达多少 对不对 这两天南港 对不对 智慧城市窄 这个李市长也讲了 对不对 说最少500亿台 现在有的500亿 有的上看千亿 Anyway你很清楚 都是百亿啊 500亿起跳 那跟现在的 这个对不对 这个三星产品 多则十几亿 二十亿 无法相比啊 是不是爆发成长题材 物联网 对不对 那未来全球物联网产值 高达七兆美元嘛 好 那这一块 我首先跟大家报告 所有物联网的装置 你都一定要有什么 感测器 感测原件嘛 你不感测周围环境的数据 那怎么联网 你联网干什么 没有意义了嘛 对不对 你联网就是把周围环境 人的生理的数据 对不对 周围的环境的数据 对不对 光啊电啊 声啊 气体啊 你要传达回去联网嘛 所以都要有感测器嘛 那感测器原件 原效 它的心跳感测 光学感测 都已经获得了 国际大厂的认证嘛 对不对 那这是个爆发题材 从去年底六十多块 告诉你当时股价 当自己看看 有没有涨 你从我张大 去年底一再给你 请你重压大买原效 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带你买股票 我不是飞到天上来跟你说 啊啊啊啊啊 看好看好 涨停板了废话 谁不看好 最有本领就是 逢低 对不对 还没发动之前 积极的切入 啊 所以我们全国投资人 从六十多七十七十 一路重压大买 大家很清楚 一口气 短短不到一个月飙了四成 好 前几天打回八十多块记得吧 很多人就担心了 正好知道原向之后 行情结束了 我问你嘛 Apple Watch 怎么样 出来了没有 啊 Apple Watch今年就是 对不对 这个就有内建 心跳感测器嘛 量血压嘛 那现在Apple Watch 还没看到耶 行动装置还没看到 你告诉我说 原向的行情结束了 你不是太可爱了吧 对不对 你太小看物联网的商机嘛 所以前两天 拉回八十多块 我说行情绝对还没结束 拉回来 还是要在那买点 啊 今天大家自己看看 原向又在注冲高了 啊 高点九一点七 好不好 那我相信 九十二 绝对不是高点嘛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不好 恭喜我们三地投资本 很多投资人 看我们节目都买了一大堆 都跟着发大财了啦 啊 我恭喜你啊 那再来自贯也是从去年七十多块 告诉你自负宝跨路第三方支付 你这两天打开所有的报纸 电视新闻 都在跟你谈第三方支付 全中华民国第一个跟你谈第三方支付的 你问问 问你是谁 谁在去年七十块跟你谈第三方支付 谈自贯 是不是 又是 又是小弟在下我 对不对 你看我们都是 请你事权的规划 那自己看看第三方支付 NFC也好 现在你标到多少 当你这两天看到所有的媒体 都在谈第三方支付的时候 我们的自贯已经带着你大涨了多少 涨了将近快六十个percent啊 涨了快六成 也恭喜大家 好 好 再来跟大家报告物联网 整个光学的商机 是不是 现在行动装置也好 今天宏大店推出什么 双镜头 有没有 那以后行动装置的镜头 会越来越多 甚至我提过未来的IP Cam 有没有 以后的远端的监视器 对不对 现在监视器 对不对 现在你家里 对不对 四分我请问你 你家里有装监视器吗 有吗 为什么 为什么不装 装都没用啊 你要看谁啊 你也看不到啊 但以后家里的监视器 门口 门内外面 窗户外面的监视器 你随时上班 二十四小时 一按就可以看 你会不会装监视器 这就有意义了嘛 对不对 尤其父母的小孩 晚上到底 父母在家班 小孩在家里 有没有念书 在他书房 装个监视器 这就有意义了嘛 懂不懂 所以以后 镜头的光学 在物联网的装置下 需求自然会爆发 以后一个家庭 四五个监视器 我告诉你不要surprise 连我现在都很想装啊 对不对 以后手机到哪 二十小时 出门到国外 哎呀 家里到底怎样状况啊 一按 对不对 卧房 客厅 门口 对不对 以后谁一按铃 一看就知道谁来了 是好人坏人 还是小偷 对不对 清清楚楚 所以在镜头的光学 将来需求会大增 所以给你报告 这档股票四开头五结尾 又光学模组 甚至还打入了 Apple跟小米的供应链 标准的一个进货发动 才进货发动嘛 刚讲完 啪 对不对 二十号查点工掌停 再持续上工 从三字头 已经来到四十五了 哦 再来 是不是啊 前两天是不是告诉你 物联网穿戴装置 前两天这档股票还跌了 还跌二开头二结尾的 有没有 我说穿戴装置 车用电子 去年获利爆发三倍 标准的一个进货 刚刚要发动的一个格局 前两天有没有讲 四分有没有 有没有 前两天有没有跟大家报告 昨天还在跌啊 我说我怎么看都要大涨了 全国投资 今天一开盘 老生卡 老生卡就是老生卡 我告诉你 那一档一档 有题材 要喷出的股票 我都会带着你好好的把握 在农历年前好不好 在九千五没有来 在万点还没有来之前 拜托大家 赶快一定要跟上脚步 你不要等将来涨到九千五 九千八了一万了 那张老师 我有一笔钱 我还想买股票 那拜托你捐给实际算了 对不对 那高档去追追什么东西啊 股票趁还没发动 外资这两天 刚刚清醒 对不对 还是有机会 那最重要的好不好 那这个 再来指数操作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回来再谈 那这个礼拜六 下午两点半 好不好 在台北 那我希望这是 今年 年底前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场 再来时间也不多了 那所有全国投资朋友 手中持股任何套牢的问题啊 好不好 该怎么样布局主流 你不知道怎么样太弱则强 把你的问题通通带到现场 让你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 好不好 让我三十年专业解决你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目标 所有礼拜六来现场 好不好 我们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新春开完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 赚大钱 好不好 把握万点行情赚大钱 礼拜六一定要来现场 作为有限 赶快做一个预约报名的动作 好 存在物联网说第三方支付 更多的个股分析 那我们讲到之后马上回来 每个女人都想要 O-SIM美团娃娃 久坐放松 外扩紧致 疲劳缓解 试过都会说 我要美团娃娃 O-SIM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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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嫂� attaches红困匙 国中的嫂 顺重游 红困匙 新鱼磷 一百块一百块而已 用甘的效果赚 普胜那精选 方便细带 为田顺口清上市 普胜那精选 方便细带 为田顺口清上市 普市不只是家泉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台湾好所在全新改版 带您掌握国内外老师卖动 现场直级 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主梦原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卖房子 租房子看房子挑房子 台湾好所在一次告诉您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全新出发 RESTONIC 美国蕾丝装电 首创中卫护备线结构 今晚睡蕾丝 明日会更好 美国蕾丝床垫 RESTONIC 年终欢庆 美国蕾丝床垫 韩贝楼指定用床 优惠实施中 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欢迎回来 今天晚上我说央行会议就要展开了 不过很多利多其实已经提前反应了 除了台北股市之外的指数是持续的往上攻 在各股部分除了物联网之外 还有哪些股票是可以周末的 赶快再把时间交给大文哥 好 指数的操作 我一直在强调 要掌握转折 利用工具 我们的APP城市 那礼拜六来到现场的 你亲眼见证 有没有 我们三天前1月19号 APP城市是不是翻红 翻红进货权力作多 翻率出货向下放空 对不对 三天前9157 1月19号全面翻红 就这么简单 从19号 对不对 20212 到今天大家自己看看 一片红 满江红 光这一个翻多的讯号 这就是将近250点了 所以我讲到指数操作 你不要每天无头苍蝇 几十点在那边搞来搞去 那个是吃不饱 赚不了钱的 好不好 好 股票 这个这个 物联网一再强调了 Next big thing IC设计 对不对 大行情 半导体大行情 Apple Watch也好 那从原相感测原件 重压重压 从60多块 封关前70块 标到90多 你以为它涨完了吗 今天很快要创新高 再来NFC70块 一样大涨得快六成 好不好 那再来迅捷无限IC的 一样大涨得将近五成 再来送给大家 深刻无限IC 一样又快要供到90块了 这都是一档接一档 那再来这个IPcam也好 光学镜头的商机 以后远端的监控 那物联网的光学 四开头五结尾的 又是Apple 又是小米的供应链 有没有 标准的发动讯号 刚刚底部发动 你看看 讲完 还是热的 马上这个强攻将近快涨停 今天还在持续创新高 那再来前两天也一再跟大家报告 这档也是我相当看好的物联网穿戴装置 那不论是行动装置 不论是车用电子的商机也好 再来去年的获利爆发三倍 股价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蠢蠢欲动 向上喷出啊 昨天股价一直跌哦 哦 我说要喷哦 全国投资人 今天开盘二话不说 就喷给你看了 好不好 那很多好的股票 错过原相 错过自观了 那欢迎大家 礼拜六下午两点半 无论如何 想自己把这个封关前 要stand by准备好 该怎么布局 礼拜六来到现场 那座位有限 赶快来电话 预约报名 好 掌握这些关键奖座 因为台北国士呢 现在指数已经是一步步往上变高了 当然接下距离过年呢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 掌握红包行情 明天同时间 请锁电视节目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